落家山落英缤纷之际 马英九于3月30号下午 率28名台湾青年学生 赴武汉大学参访 并在建于1934年的武汉大学图书馆 与35位五大学生座谈 我在卸任之后 在东北大学教国际法 教了五六年 我一半的学生是来自于党 我就发现两岸的学生在一起 可以创造很多的火花 非常的有趣 马英九表示 两岸同文同种 增进交流才能避站 希望今后能够开创一些新的项目 推动和增进两岸学生交流 其实我们两岸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两岸的年轻人多接触 座谈会上 来访的台湾学生 对于同样来自台湾 在五大新闻和传播学院 就读的王一轩的生活充满好奇 向他咨询学习就业等问题 提出希望加强两岸学生组织的交流 在学生会负责港澳台交流等工作的 法学院大三学生张雨萌 则对台湾学生关于跨校合作 社团交流 就业方面的问题 一一予以耐心解答 今天的分享会上有非常多的同学 分享自己的看法跟经历 那么其实我分不太出来 谁是陆生谁是台生 因为我能够从他们的言语中 感受到就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的情谊 那么这种我觉得是一种 刻在DNA里的基因选择 那么今天马先生 两位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的到来 也让我看到了两岸同胞之间的新手相连 我觉得我们内心深处 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实都是共通的 是没有区别的 我觉得我们两岸青年应该更多的加强交流 共同为振兴中华 而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座谈结束时 武汉大学向马英九赠送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画册 即古英汇转 古讯汇转等书籍 马英九向武汉大学赠送两岸专家 联合筹划编转的中华语文大词典 据了解 武汉大学是最早招收台湾学生的大陆高校之一 率先将台湾学生纳入大学生医保 设立了湖北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辅导中心 不断为台湾学生学习生活 就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该校已与30所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 与24所台湾高校开展学生交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